美国的标准系列导弹至今为止 已经有了50多年的历史 最早的SM-1防空导弹 从1963年便开始研制 用于取代原有的RM-2小猎犬 以及RM-24达达人中程防空导弹系统 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作战需求 其经过了多次改进 从SM-1发展到了SM-6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十几年内 标准防空导弹依旧是美国海军防空的中流砥柱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标准防空导弹系列中最新的一款SM-6 SM-6基本型 弹长6.55米 导弹质量1.5吨 采用两极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射高33公里 最大射程为370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3.5马赫 采用MK-41垂直热发射方式发射 主要作战目标是各种固定翼和悬翼飞机 无人机以及反舰导弹 虽然说 SM-6导弹是标准防空导弹系统中最新的一款 但是SM-6导弹的研发技术 其实并没有很先进 硬件上也没有取得重大创新和突破 该导弹是综合应用了标准系列导弹 以及AIM-120C先进中距空空导弹的成熟技术 不仅缩短了研发周期 节省了研制和生产成本 还提高了导弹的可靠性 SM-6导弹的外形与SM-2Block-4基本一致 而且使用了高强度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弹体结构 在动力系统上 直接装备了SM-2Block-4导弹的MK-72固体火箭助推器 以及MK-104双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 在战斗部系统上 采用了标准系列通用的MK-125高爆破片杀伤战斗部 在制导系统上 采用了AM-120C7导弹的主动雷达导引头 取代了标准系列导弹的半主动雷达导引头 并引进了先进的数字化信号处理技术和协同作战软件 除此之外 导弹采用了SM-21RBlock-4导弹的弹体及控制系统 只是使用了更大的细长剂旗形弹翼 其动力装置的推力使量控制系统 具有四个可控制喷管 使得导弹具有大公角转弯能力 并且还采用了AM-RAAM导弹的数字自动驾驶仪技术 提高机动性以拦截低空目标 可以看得出来 SM-6导弹基本上就是一个缝合怪 但是其性能可不差 其研制采取了螺旋式发展策略 先发展基本型 再逐步提升各项性能 以满足不同作战任务的需求 从基本型用于拦截飞机 无人机和反舰导弹 逐步升级可以实现超视距作战 并向对陆和对海打击 以及海基末端弹道导弹防御拓展 其优点很多 比如SM-6导弹使用双向武器数据链技术 舰载通过S波段上行数据链 完成对导弹中段指令制导 导弹通过下行数据链 向舰载反馈导弹状态 可以实现导弹从发射到命中的全过程回路控制 而且导弹在飞行的过程中 可以依靠舰载上的数据和弹载灌导信息解算飞行参数 也可以按照载舰上行的制导指令飞行 极大的提高了制导控制的灵活性和制导精度 使用双向武器数据链技术 还能使舰载根据导弹回传的状态和工作情况 结合舰载雷达和舰载各类传感器的观测 实时完成杀伤力效果评估 而且SM-6导弹还引用了AMRAAM导弹的先进嵌入式自检系统 并对其进一步升级改进 该系统可以密切监视导弹自身的状况 一般情况下 SM-6导弹只需要每10到15年检测一次 就可以保持基本的完好率 而其他标准系列导弹 通常是每4到5年需要检修一次 这大大减少了对人工维护的需要 除此之外 SM-6导弹还升级了弹在计算机上的软件 对此导弹而言 这软件其实非常重要 导弹的飞行路径引导头工作模式 传感器获得信息的加工等工作 都是由软件来实现 软件升级后的最大优势 就是可以缩短升级时间 根据保障要求 导弹服役一段时间后 其实都需要进行检查和重新认证 按照先前的运行模式 全部导弹完成一个重新认证周期 大约需要5年时间 但是SM-6升级后的软件 使用CMBRE再编程设备 只要设备充足 条件允许将全部导弹升级到最新作战能力 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最快能在三个月之内完成 并且SM-6导弹还采用了优化的高抛弹技术 灵活应用多种制导方式 因为SM-6导弹使用的依旧是MK-41发射装置 所以尺寸无法发生改变 其弹长和弹径与其他标准系列导弹基本一致 但是其射程还要扩展到370公里之上 同时还要保证主动雷达导引头 开机前能实施接收再建的中制导指令 为了满足上面的要求 SM-6导弹采用了高抛弹道设计 意思就是导弹在发射后 先爬升至30公里高度飞行 这个高度的空气密度更低 飞行阻力更小 只是高抛弹道只能解决导弹的中制导问题 为了提高导弹的灵活性 导弹还采用了贯导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 全程半主动雷达制导 基于CEC超视距引导等多种制导方式 SM-6的优势那么多 其作战性能又如何 答案是肯定的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超视距防空反导能力 由于地球曲率的限制 舰空导弹的有效射程 基本上都被限定在舰载雷达的试据范围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舰载导弹作战能力的发挥 而SM-6导弹同时使用弹载数据技术 CEC协同作战技术 优化的高抛弹道技术和主动或者半主动制导技术 将水面舰艇对空防御的范围 由视距扩展到了370公里以上 提高了舰空导弹的防御纵深 实现了超视距拦截飞机和巡航导弹目标 极大的提高了水面舰艇自身防御能力和同区域防空能力 同时SM-6导弹可以实现远程对海以及对陆的精准打击 反舰型导弹具有发射后不管的特点 发射后先根据原定的射击程序飞行 抵达自控终点后 制导系统开机搜索 发现、识别和捕获目标后 向目标飞行并命中目标 进入目标内部后延时触发 引信引爆半穿甲爆破型战斗部毁伤目标 而防空型导弹发射后 发射平台需要同时跟踪导弹和目标 并通过指令或无线电波控制导弹飞向目标 满足非触发引信工作条件后 引爆破片杀伤战斗部杀伤目标 所以反舰型导弹和防空型导弹 在制导控制方式、引信触发机制和战斗部毁伤原理上 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别 同一型导弹具备对空防御和对海攻击能力 技术上存在很大的难度 从此种意义上来说 SM-6导弹实现了较大的技术飞跃 显著提高了美海军反舰作战能力 成为其分布式打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面也提到了SM-6导弹的研发模式是螺旋式发展策略 在基础型号成功之后 美国又推出了多个改进型 比如SM-6BORK-1型 该型号导弹是SM-6基本型的升级版 主要是对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改进 可以结合宙斯顿基线9C-1进行作战 还有SM-6BORK-1A型 则是在第一次改进的基础上 进一步升级了部分硬件和软件 最大的改进是加装了GPS制导模块 使其具备攻击陆地固定目标 和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 不过与战斧巡航导弹相比 SM-6BORK-1A型导弹 还存在射程小 以及毁伤威力不足的缺点 2018年的时候 美国又批准了SM-6BORK-1B的研发计划 该型号导弹虽然沿用了SM-6BORK-1A的 已经进入了实用化的阶段 由于这类武器的一般飞行高度 都低于SM-3系列的最低射高74公里 因此SM-3系列在拦截超音速武器时 基本没有用武之地 现有的SM-6系列射程和射高相对有限 拦截窗口太小 使得美国海军现有的舰队防空反导体系的 效果大大折扣 于是就有了SM-6BORK-1B 其最大速度预计可以达到5马赫以上 来应对现有的超高速巡航导弹 其改进型还有SM-6BORK-1和R型 这两种导弹是双任务能力导弹 兼具拦截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能力 SM-6BORK-1主要是更换的更高性能的处理器 以运行更加复杂的目标识别和跟踪软件 用于拦截处于弹道末端的弹道导弹 SM-6BORK-2则是进一步提高导弹的拦截速度 问题来了美国的SM-6的性能既然如此优越 那么有没有机会拦截俄罗斯的洲际导弹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要让美国来讲 稳稳的可以 但是说实话SM-6导弹3.5马赫的最大速度 拦截末段弹道导弹着实不太够看 在美国国防部披露的一份拦截报告中显示 SM-6导弹拦截弹道导弹成功 我们先不管这份报告的真假 就单从数据上看 其是否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SM-6导弹33公里的射高 意思就是具备在大气层末端的拦截能力 而洲际导弹的飞行高度大多的时候 都是在1000多公里的高空 基本是在大气层外端飞行 SM-6想要拦截洲际导弹 机会就只有起飞和末端拦截 而俄罗斯地大物博 发射洲际导弹一般是在广阔的西伯利亚使用陆基发射 可惜起飞阶段美国够不着 唯一有可能拦截的就是在海上 俄罗斯发射的导弹刚好被美国探测到 又刚好在SM-6的射程范围内才有可能拦截 这个几率微乎其微 这下就只剩下了末端拦截这一条路 那就是导弹再次进入大气层阶段 不过末端拦截难度也是最大的 这个阶段的导弹就只剩下弹头姿态 而且弹头在一阶段的速度比在中段更高 从万米高空落到地面也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加上洲际导弹一般都是多弹头 根本来不及反应 实战不像演习 导弹飞行轨迹都是计算好的 各方面的数据都是知道的 导弹飞到规定点的那一刻 开始发射拦截导弹拦截 在难易程度上和实战完全不一样 也正是这个原因 SM-6杜莱尔1导弹虽然可以防御弹道导弹 但是它并不能取代标准家族中的专用中段拦截弹SM-3 一方面是因为SM-3属于中段拦截导弹 能够以更多的时间提前拦截弹道导弹 其作战距离更远 高度更高 而SM-6则是属于末端拦截导弹 作战区域只有很小的重叠 而且SM-3的造价非常高 现在大约在1000万美元 而SM-6的造价是相对就低了一些 大约为600万美元 所以SM-3适合在更大范围内 对少量弹道导弹进行远距离防御 而作战距离相对较近 使用也更加灵活的SM-6 更适合防御大批导弹 对航母等重要点目标的攻击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